現在看南道館保利的一生利是保有 離臺灣白虎 軟骨桂架子的生態 近年有財團在當地幾月要開發 上入路館 頂三項開發案 不過當地人是很反對 最近民眾還在疾控說 雅家沒有經過許可 就是四周的十三百 不然影響到白水也影響到生態 關政府表示說 上座是可以讓入借三十萬 也沒有白毒 以上減掉 後來有更紅的水一到旁邊的車路 去年九過車一張大河 讓南道保利一生利民眾受到驚訝 他們疾控財團在當地開發案 沒有經過許可 在家裡設四周十三百 讓客人白水不順 水面更加到路邊悲觀 影響安全 像這樣子極端氣候大雨來的時候 他其實水面就會到跟路面同高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那生利是保育率軟骨 的生態 也是比較不順的山區 去年有在團體當地幾月三項開發案 其中一間八點七公斤 有個要去上入路館 已經通過申請 引發民眾不斷 現在是因為十三百的問題 又再有經期 三月設施 南道官農業住現場會審 確定沒有經過許可 已經犯到水土保持法 會發六萬塊到三十萬 若沒有改善會連續出法 也是以上減到徵頒 藥者表示 會等收到官府建設公文後 接配合處理 占對民眾的疾控 未有假的回應 在地理長是要求官政府 提出公款在黨法 而且要求藥者要回合觀眾 記者 總學報道